大家好!歡迎來到粵語娛樂! 前TVB男藝人謝天華近年在內地闖出名堂,工作量都大增。 最近迎來56歲生日的她原來和圈中好友一起慶祝。 當晚她和好友擺酒言歡,學得滿臉通紅的她就好開心。 她還和自己一對子女合影,看得出現在的她好幸福。 謝天華當年在TVB憑直臥底角色至今令很多觀眾認識。 就算在內地的觀眾都知道,後來她選擇了去內地廠。 她和張智霖、陳小春等組成大灣仔組合參加真人秀節目,成功令大家再次認識她。 最近謝天華迎來56歲生日,她開了生日派對和圈中好友相聚。 當中有好友分享了生日派對的畫面。 謝天華一向都喜歡喝酒。 所以在自己的生日飯局上,當然要喝得開心。 從相片中見到她喝得滿臉通行。 其實她曾經因為喝酒犯過錯。 現在雖然繼續喜歡喝酒。 但她懂得在些時候先完全放鬆自己。 之後她的一對子女都有出鏡。 謝天華是一對子女寶貝一樣。 在拍合照的時候,她左右手同時戳著一對子女。 女兒還笑著望向鏡頭。 發現一對子女都好似她。 至於兒子的神態都好似。 謝天華現在做一個好爸爸。 比起以前確實穩重了很多。 雖然大家對謝天華印象最深的是《古惑仔》和《潛行追擊》這兩個作品。 17歲那年,謝天華憑藉自己的努力成功考上TVB舞蹈班,成為國富城的同班同學。 考上TVB舞蹈班對普通人來說,似乎不是什麼特別榮譽的事情。 但對謝天華來講意義非常重要。 這個意味住17歲之後,她有宿舍可以居住。 不用和家裡十一口人一起擠在20平方米的屋裡面。 關於謝天華,她和電視劇《喬家的兒女》中喬家兄妹的長大經歷沒有什麼不同。 作為弟弟,她從小就要和自己的親人一起搶飯吃。搶不到就要忍餓。 因為屋太小,他們人多不夠睡。謝天華和她的哥哥就要輪流睡酒廊。 父母為了生計,根本沒有時間管那麼多小孩。 他們只能在那種貧窮的環境下,和兄弟姐妹一起長大。 從小就吃不飽住不暖的日子,令謝天華特別懂事。 她拼盡全力都要考盡TVB的舞蹈班,就是為了有更好的發展。 畢業之後,郭富城被人挑走去拍戲。 她在TVB一直做伴舞,長期當伴舞,淺少出路窄。 但正如今,謝天華和陳小春的命運開始混在一起。 兩個人拼命跳舞,最後被發掘,組成了風火海組合。 雖然在音樂界沒有搞到大風浪。 但意外因為演了《古惑仔》系列電影而爆紅。 在這個時期,謝天華認識了改變她人生的女人李天恩, 一個知名經紀人,在娛樂圈關是網音似七彩繽紛的糖水。 1997年,聽說靠李天恩大手筆。 謝天華,這個不太出名的演員,居然拿到了雪狼湖音樂劇的男二號。 這部劇團隊強大到厲害,演了四十多場,場場爆滿。 謝天華在觀眾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講返謝天華的成長,她就像喬家大院裡面的小火之感。 都是靠自己努力拼搏。 有些人之所以會遇到白樂,是因為她本身就是調好區。 而無實力的人,就算在白樂面前怎麼拼命推銷自己。 無實際內容,白樂都幫不到她。 在困苦中生活過的人,會明白自己無後路。 所以一定要向前衝,無得轉頭,只能咬緊牙關。 繼續努力拼搏。 打敗貧窮的人心中,只有一個信念,我無人可以依靠。 只能靠自己堅持,去完成自己的夢想名氣上來後。 謝天華又反到TVB拍戲。 為了賺錢養家,她的戲都肯試。 由強姦反演到冷血殺手,再從變態演到黑幫老大。 因為那些戲都不拒絕。 TVB就會給她那些平時人不敢嘗試的角色。 例如《發望衣人》裏面的梁梁康。 小時候看這部劇,真是將她和《古惑仔》裏面的大天爺男吾在一起。 更加意想不到的是,她還在《C9兵團》裏面演了個夜晚喜歡穿女裝跳舞的普通白領。 為了養家放棄了自己的舞台夢想。 每晚穿上女人衣服在舞台上釋放自我。 通過角色的磨練,她的演技躍進神速。 直至2009年,因為演了《潛行追擊》的《Leaving歌》。 一下子爆紅,電視劇受到好評,還出現了同名電影。 獲得大家一支好評。 這次爆紅,對謝天華來說是人生的一大考驗。 剛出名那時,她因為太開心走架被捉。 之後就不斷傳出出軌新聞。 媒體說拍到她和亂母黃露親密的照片。 出軌新聞預演越烈,黃露想再和謝天華的合照。 隨後謝天華太太因為生氣住了院。 謝天華公開質疑黃露想靠她炒作。 之後這件事就無了下文。 但黃露開了謝天華出軌緋聞的先河。 2012年,謝天華又被拍到和女演員在車內舉指親密。 記得上次有張照片。 見到女方住著身邊背心和謝天華在車內舉指親密。 真是令人聯想連片。 但謝天華就說, 他們只不過是在講劇本的事。 沒有些實質性的證據。 這段緋聞自然就無疾而終。 成名之路不容易。 謝天華一路走來。 當然會吸引些想搭順風車的人。 她身邊的女人是不是真心? 我們就真是無法只知道。 不過,跟著有名人,就算無實際的出軌。 都足以提高他們的曝光率。 吸引更多的資源和關注。 娛樂圈就是這樣。 曝光率高就有好的資源。 低了就可能被觀眾淡忘。 所以,名人周圍經常有一班人圍繞。 但聰明的人都明白, 這些都只是暫時的。 比較一個在自己無名無理時陪伴的女人。 同一個只是在自己成功後突然對自己好的女人。 真假心意,冷靜下來自然分得出。 娛樂圈的風風雨雨, 懂得回歸家庭的男人才是真正聰明。 就好像謝天華,面對過嚴重的婚姻危機。 但最終她老婆都會站出來支持她。 兩人高調受恩愛,打破了離婚的傳言。 2015年後,他們更是添了兩個小朋友。 謝天華的生活中心變成了老婆孩子熱項頭。 夜場之內已經少見她的身影。 記得在3189排練期間,謝天華問過一個剛剛做爸爸的問題。 你有幾多個孩子,有3189個孩子的感覺。 為了家庭,她更加努力工作。 甚至參加了跟著貝爾去冒險這種極限挑戰節目。 現實生活中,有些人就似再見愛人那個同神結金。 擔心生了孩子後,伴侶無法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。 但其實,有些人就是需要經歷和承擔,才會學會成長和負責。 所以,不要怕男人成長不到,失去信心。 每個人都需要時間和經歷,去學會怎樣承擔家庭的責任。 那麼,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啦。下次再見。